四十年前 他偷走女儿的奶粉钱 跑去外面花天酒地 从这以后 家里的所有人 几乎都跟自己断绝了关系 父母更是直到死都不肯见自己一面 只有大姐会跟自己有些联系 如今大姐病危 但他留给我的遗言 确实 小弟 姐真的恨不得杀了你 你真的该死啊 说完大姐便刻然尝试 送走大姐后 赵木桶将自己的个人财产整理了一下 将房产 现金 留给了侄儿们 而名下价值百亿的公司股权 则捐给了慈善机构 随后 赵木桶一个人回到了当年妻子 抱着女儿跳崖的地方 待立了几个小时 虽然这些年来 赵木桶成为了知名的企业家 慈善家 但他却一生畏取 到老仍是孤单一人 我已经在无尽的悔恨中煎熬了四十年 谢如今也该结束这一切了 老婆 女儿 我来给你们道歉了 老三 老三 快醒醒 你怎么躺在这 木桶脸上传来一阵冰凉的触感 是有人在拍打自己 他艰难地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有黑的年轻面孔 这不是年轻时的二哥吗 你是二哥 怎么 喝得连你二哥也不认识了 木桶使劲拍了拍脑袋 这才感觉 头脑不再那么的昏昏沉沉 他认真地打量了一下 竟然真的是年轻时候的二哥 自己已经跟二哥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了 而且自己不是死了吗 难道是重生了 回忆到此 木桶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着急地问道 二哥 现在是什么时间 哪年 哪天 1980年 三月初二 你小子又犯什么混 赵文广很是生气 你都二十岁的人了 别整天就知道优手好闲 吃喝完的 然而木桶压根不给二哥训斥的机会 他拔腿就往后山跑去 1980年三月初二 妻子就是在这天下午抱着女儿跳牙的 他想起来了 就是这天早上 他在灶台边上捡到一个小布包 打开一看 里面是六块三毛钱 他瞅了瞅发现妻子不在 就赶紧偷偷揣起来了 他不知道那是妻子仅有的钱了 木桶捡到钱 便去找狐朋狗友喝酒去了 还直接买了两瓶很贵的老白肝 之后 妻子抱着哭着的女儿回了家 到家后 他这才想起来 奶粉没有了 想要去买奶粉时 却怎么也没有找到那六块三毛钱 刚好木桶在外面潇洒回来 看到赵木桶醉醺醺醺的模样 他顿时便明白了 自己偷偷攒下的奶粉钱 已经落入木桶那帮胡鹏狗友肚子里 或是口袋里 小弟 你怎么能把我们女儿的奶粉钱 拿出去花天酒地呢 木桶就是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舒服 赵静的话 让他更不舒服了 他使劲一甩手 直接就抽在了赵静脸上 之后他又去了另一伙人那里 然后把剩下的钱书得干干净净 赵静摸着自己红肿的脸 想着小弟看自己时 那毫不掩饰的厌恶 也许没有了自己和小奶奶 小弟会高兴一些吧 他留下一封信 让木桶照顾好自己 等赵木桶回到家时 发现赵静不在 也没有在意 直到第二天 妻子带着女儿跳牙的消息 传得沸沸扬扬 他才发现 桌子上赵静留下的纸条 那是妻子留给自己的遗书 想到这里 木桶跑得更快了 上山的路并不平坦 好几次 他都被石头绊倒 然而他这会儿 丝毫感觉不到疼 快点 再快点 终于 眼前就是那片山崖了 山上没有人 难道赵静 已经带着喃喃跳下去了吗 木桶感觉呼吸 都要停止了 他疯狂地冲上了悬崖 使劲将身子探出去 十几米深的悬崖下面 是一片尖锐的碎石滩 并没有人 没有人 还来得及 赵静还没有跳崖 虽然不知道怎么就重活一世了 但这次决定痛改前非 不再做游手好闲 天天酗酒打架的问题青年 一定要好好对待妻子和女儿 要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这样想着木桶飞快地朝着家里跑去 重生后的赵木桶冲到家门口 果然是记忆里低矮破旧的土皮房子 自己真的是回到了1980年 深呼吸一口气 木桶推开门 正好看见屋里的赵静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 听到动静 他转头望过来 眼里满是绝望 木桶只决心一抽一抽的疼 前世赵静就是在绝望无助中写下这封信 然后带着小楠楠跳崖的吧 看到是木桶 赵静赶忙收起纸笔 他的眼里生起一抹狠力 他轻轻放下小楠楠 猛地冲到木桶面前 仰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一边哭 一边劈头盖脸捶打着木桶 这一瞬间 他不想带着小楠楠去死了 小楠楠就是他的命 谁都不能带走他 木桶凭什么拿走了他的奶粉钱 他的小楠楠还在挨饿 这样想着 下手越来越重 木桶没有反抗 也没有阻挡 就任由赵静打在自己身上 赵静打累了 便双手抱着脸继续哭 木桶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老婆 对不起 对不起 赵静又哭了一会儿 这才慢慢平静下来 忽然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小弟 你 你没事吧 他这下子是真的慌了 木桶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已经肿了起来 看到这些伤痕 又忍不住眼泪一颗颗滴落下来 小弟 我们去卫生所看看吧 老婆 没事 就是看着吓人罢了 一点都不疼 而就在这时 小楠楠哭了起来 赵静赶忙去给他冲奶粉 这才想起来 奶粉已经没了 他神情落寞地站在那里 木桶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 老婆 你在家等着 我去买奶粉 他转身就往外面走去 刚要踏出门口 木桶又突然扭头冲回赵静身边 一把抓住赵静的手 老婆 那六块三在我这儿 我没话 我这就去买奶粉 你等我 赵静有些羞涩地低下头 却没有把手抽回去 小弟突然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难道是因为被自己打了一顿 木桶松开他的手 立刻朝着邻村的小麦布跑去 有奶粉卖的小麦布 是乡里供销社下设的一个分支点 就在不远的三里庄 因为经营者是三里庄的人 来买东西的 又都是附近几个村的人 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因此偶尔也可以奢一点钱 木桶手里只有三块一毛钱 奶粉一袋五百克 价格是五块 而在这个年代 一斤肉财只要六七毛 所以说 奶粉可谓是相当贵了 这东西 可是只有城里人才买得起的金贵物品 徐叔 我这只有三块钱 您看我能不能先奢着 明天就给您送来 卖货的徐老三 虽然知道 木桶是个远近文明的街溜子 但他经常来买东西 信用还是很好的 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木桶拎着奶粉到家的时候 赵静正抱着小楠楠 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他还是担心 木桶拿着钱去买酒去了 看到木桶拎着奶粉进门 他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 赵静接过奶粉 便立刻咬了几勺冲泡好 试了试温度正好 便给小楠楠喂了起来 小家伙睁着黑葡萄式的大眼睛 嘴里咕嘟咕嘟使劲作着 等小家伙喝饱了 便咯咯笑起来 赵静脸上 也总算浮现一抹笑容 木桶心想 前世自己是有多眼盲心瞎 才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今生一定要好好弥补 想到这里 他想要抱起小楠楠 好好稀罕稀罕 抱着这个软软糯糯的小生命 木桶觉得心都要化了 闻着小楠楠身上的奶香味 此刻他觉得自己 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老天爷真是待我不薄 给了我这第二次机会 我一定要让赵静和小楠楠过上好日子 看着木桶沉醉开心的表情 赵静也打心里高兴 小楠楠出生以来 木桶从来没有抱过他 每每看到木桶 看向自己和小楠楠那厌恶的眼神 他就觉得心如刀绞 然而他接着便觉得 一颗心如坠冰褲 木桶为什么突然对小楠楠这么好 他不会是想要把女儿卖掉吧 抱着女儿开心的模样 竟被妻子认为他心怀不轨 是想要把女儿卖掉 赵静心里这样想着 但却没敢问出来 只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看好小楠楠 木桶如果真敢打小楠楠的主意 我就跟他拼命 木桶不知道短短几分钟 赵静已经在心里盘算了这么多 就差把他埋在哪没想好吧 但此刻木桶心里想的是 怎么才能赚到钱 当下是1980年春天 下海经商的春风 已经吹到东南沿海 个体户已经开始兴起 但这些目前都不适合自己 关键是我也没有本钱 当前农民对于商业贸易 市场经济仍然没有任何概念 几乎所有人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 对这些东西视作洪水猛兽 然而重活一世的木桶心里清楚 很快商业贸易就将席卷全国 商人 企业家将成为未来最活跃的一批人 城乡之间经贸往来的隔绝状态将被打破 市场需求已经存在 只是大多数人不了解罢了 信息既是金钱 而他掌握信息 想到这里 他已经知道去哪里赚第一桶金了 于是背上一个大竹篓拿着一把小锄头便出门了 不一会儿便来到村子的后山 这里漫山遍野都生长鲜嫩的季菜 苦菜 灰灰菜等各种野菜 这些野菜村里人都喜欢采来吃 却从来没有人想过把它们拿到城里卖 不一会儿 赵木桶就挖了满满一大贝楼 回到家的时候 赵金正在厨房里忙活 他便取出野菜 趁着天还没黑 将野菜叶子中混杂的枯枝干叶和泥巴全都清理干净 这真的是一项费事费力的活 简直比挖野菜麻烦多了 小弟 你挖这么多野菜干什么 老婆 这些野菜明天我拿去城里卖 这些野菜家家户户都有 有谁会买它呢 不管怎样 小弟好不容易勤快一次 还是不要打击他的积极性吧 木桶把野菜清理干净 又找来一些玉米叶子包上 这个年代没有塑料袋 玉米包叶可以搓成绳 用来捆东西 晚饭只有红薯和土豆 以及赵金自己腌的萝卜条 二人正吃着饭 大嫂刘秀梅推门进来了 她手里端着一个碗 里面放着一个鸡蛋 还有两个发黄的馒头 大嫂把碗放下 便揪着木桶耳朵训斥起来 小弟 你是不是又去喝酒了 我听你二哥说 你又跑去外面花天酒地去了 刘秀梅是木桶的清大嫂 还是她大舅家表姐 从小这位表姐就喜欢把他们兄弟几个 按在地上摩擦 嫁不来以后 这位大嫂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 但凡小叔子 小姑子惹是生非 她招呼起来是一点都不含糊 赵金起身要劝阻 结果被她一把按了下来 阿静 你坐着吃饭 今天我要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 于是赵金小狗小狗吃着饭 她知道 大嫂一定要看着自己 把鸡蛋吃下去 而被揪着耳朵的木桶 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前世自己离家后 大嫂便在当年秋天 往山下运秋桃的时候意外去世的 木桶笑着笑着 眼泪便流了出来 刘秀梅也被吓了一跳 赶忙松开了手 语气也变得和缓起来 小弟啊 你也不小了 多体谅体谅阿静 别整天浑浑噩噩有手好闲的 要把日子过好了 前世木桶听着这话 早就不耐烦了 甚至还会迁怒赵金 这次他却乖乖听着 一脸意犹未尽的阴着 大嫂 你放心 小弟不会再犯婚了 我以后保证对阿静好 听到木桶的话 刘秀梅也很高兴 带着一脸笑容就离开了 木桶这才重新坐下来吃饭 老婆 我以后会对你和南南好的 吃过晚饭 木桶先去二哥家借了一杆秤 他明天一早就要进城卖菜 东西需要提前准备好 第二天 木桶一早就起床了 跟赵金说了一声后 便背着满满三四十斤野菜 竹篓出门了 为了不让妻子 因为没有奶粉钱 而带着女儿跳牙 重生后的赵木桶 决定去城里卖野菜 赵木桶背着一框野菜 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后 终于来到了县城 此时大概是早上七点半 随即他来到了县城 东南制堂厂的职工家属区 这个制堂厂 有正式职工四百多人 在眼下这个年代 制堂厂效益很好 工人工资能有三十多块钱 整个家属区生活了至少一两千人 消费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赵木桶在地上铺了一层玉米包叶 把野菜分门别类摆放出来 很快就有几个出门买菜的大姐路过这里 赵木桶赶忙喊起来 新鲜的野菜 早上刚摘的新鲜野菜 一个大姐文言便看了过来 小伙子 这苦菜多少钱一斤 一毛钱 这回正式初春 大家伙吃了一冬天的白菜 萝卜 早就想换换口味了 然而新鲜的黄瓜 西红柿 茄子等蔬菜 还有一个多月才能下来 鲜嫩可口的野菜 确实是不可多得 而且这个价格属实不贵 毕竟一斤白菜 也要三毛钱呢 不错不错 这才新鲜吗 另一个大姐也很感兴趣 插嘴问了一句 赵木桶抬起自己左脚 表情痛苦地说道 大姐 这都是我今早刚去山上挖的 您看我这脚受伤了 都还没来得及去处理的 这位中年大姐 看着赵木桶鞋子上的伤痕 脸上很是动容 装护人不容易啊 小伙子你这伤得可不轻 待会赶紧去医院看看 就给我来个一斤忌菜吧 赵木桶称好忌菜 将秤给的高高的 用一根玉米包叶绳子捆好 递给那位大姐 一边说着 这忌菜很是新鲜 买点猪肉 包忌菜肉馅的饺子 最好吃的凉拌忌菜也是美味 大姐让她详细说说 她便把如何处理忌菜 料配料汁等详细说了一遍 毕竟前世的她 在这方面是专业的 大姐付款还没有走人 就已经有更多人围了过来 赵木桶健壮 又大声讲解苦菜的吃法 她还着重强调 苦菜浑身都是饱 可以清热泄火 降三高 活血化瘀 感冒上火 也可以多吃一些苦菜 在任何年代 养生都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果然文言 众人顿时异动 给我来一斤 给我也来一斤 苦菜很快就说买一空 灰灰菜富含钙质 可以促进骨骼生长 小孩子可以吃一些 还可以清热解毒 有助于减肥 听到赵木桶这话 仅有的十几斤灰灰菜 几乎是被争抢一空 到此所有的野菜便销售一空 赵木桶也没有想到 山里随处可见的野菜 竟然这么受欢迎 而那些没有买到野菜的人 临走前一再跟他确认 小伙子你明天还来吧 大姐您放心 明天早上七点半 我还来这边 有灰灰菜吧 有苦菜吧 都有 苦菜 灰灰菜 季菜 明天都还有 赵木桶大声说着 让更多的人听见他的声音 同时在心里盘算着 今天要去挖更多野菜才行 不过光凭自己一个人怕是不够 他把乘收起来 背起背搂 一瘸一拐地刚要离开 一个面向和善 有些肥胖的中年人 站在了他面前 小伙子 明天能给我那儿送一瓶野菜吗 赵木桶仔细一瞧 竟然是李国父 他的眼眶顿时就有些湿热 前时他被赶出家门后 正是李国父收留了他 彼时李国父是平阳县国营饭店的副主任 也是饭店的大厨 李国父不但力排众议收留了他 还毫无保留地把一身厨艺传授给他 可以说 他是赵木桶人生路上真正的贵人 看来今生李国父也是自己的贵人啊 毕竟对方眼下是国营饭店副主任 食材采购就是他说了算的 赵木桶稳了稳心神 这才不卑不亢地回道 没问题 大哥您怎么称呼 不知道您要多少野菜 我叫李国父 是国营饭店的副主任 鸡菜 灰灰菜隔二十斤 火菜十斤 价格还是一毛钱一斤 你看咋样 赵木桶介绍各种野菜吃法和功效的时候 他也在一旁认真听了 赵木桶给他的印象很不错 吃苦耐劳又有见识 说话做事条理清晰 让他很是喜欢 他掏出五块钱递给赵木桶 小赵 明天的菜钱我先预制给你 你赶紧去卫生所处理一下脚吧 赵木桶也不退让 他接过钱 认认真真对着李国父说道 李主任 您放心 明早我一定把野菜送到 送走李国父 赵木桶便直接去了卫生所 处理脚伤 足足花了一块六毛 当即算了一下账 野菜一根卖了三块四毛 加上李国父给的五块钱 以及昨天剩下的一毛 他现在一共有六块八毛 随后他去超市买了十斤白面 两斤肥瘦相间的猪肉 两斤猪板油 又买了两斤白糖 和一些酱油 醋 盐 一番购物下来 手里的钱一下子 便只剩两块两毛 其中两块是预留出来 给三里装小卖铺的 毕竟昨天的奶粉钱 还欠着两块呢 赵木桶心里感叹钱 还是太少啊 不过这才第一天 对于赚钱他 还是很有自信的 重回一世 我一定要让赵敬和小楠楠过上好日子 还要帮着亲人 乡亲们致富 去三里装还了钱 回到家大概十点钟的样子 赵敬此事不在家中 估计是下地干活去了 赵木桶把东西放到厨房里 提上贝罗和锄头就上山了 大哥一家承报了山上的一小片桃源 这会儿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 估计现在正忙着给桃花受负 他打算先去找大哥 毕竟需要的野菜量有点大 他一个人肯定挖不来那么多 到了桃源才发现 不只是大哥 大嫂 就连二哥 二嫂 赵敬都在这儿 小楠楠和大哥家的两个小萝卜头 赵子梦 赵子婷也在 大家都在帮着寿粉 毕竟花期很短 所以要抓紧时间干活 木桶还没走近 就听见脆声声的一句 小叔 是赵子婷发现了她 小丫头四岁 粉嫩嫩的十分可爱 正逗的小楠楠咯咯笑 赵木桶虽然在大人眼里 是个吊廊当的街溜子 但在侄子侄女眼中 却是很受欢迎 毕竟只有赵木桶 愿意带着他们捞鱼摸虾 捉鸟掏蛋 还会偶尔给他们买糖吃 随着赵木桶的加入 所有的回不到中午就做完了 随后赵木桶 可神秘兮兮的说 自己有门生意 要跟大哥 二哥一起做 让大家都去自己家里吃饭 顺便商量一下 几位哥哥嫂嫂 对于去赵木桶那里吃饭 倒是不感兴趣 但是一听赵木桶说 有生意 却打定主意 要去听一下 倒不是真的想跟他一起做生意 而是担心 他又胡作非为 就这样 赵木桶拉着众人就往家走 还在路上顺便挖了一些祭坛 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到了赵木桶家里 看着厨房里的白面 猪肉 白糖 都惊呆了 过年也不舍得买这么多猪肉 大哥赵文林 见此脸色铁青 他带着怒火和失望 老弟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你平时优手好闲 天天从阿静这里骗钱也就罢了 现在还去偷去抢了 其他几位凶嫂 也是神色不渝 赵金虽然脸上没有交集 却还是拦住了赵文林 生怕他就要揍赵木桶 大哥 你先别着急 听小弟解释 听着媳妇的话 赵木桶心里很感动 不论自己多不堪 赵金都愿意去相信自己 大哥 这些东西真的不是偷来抢来的 是我卖野菜赚的 接着赵木桶仔细地讲述了自己卖野菜的经过 就连李伯父预付了五块钱的事情也详细说了一遍 听完这些 大家也都相信了七八分 我今天叫大家来就是因为需要的野菜太多 我自己一个人挖不了道多 想让大家帮我一起挖 挖到的野菜 五分钱一斤卖给我怎么样 听完赵木桶的话 众人基本已经相信他没有在撒谎 不过一毛钱一斤的野菜还是让大家很吃惊 最后还是大嫂拍板发话了 小弟 吃完饭大家就去挖野菜 钱哥哥嫂子们就不要了 老二 你明天陪小弟一起去卖野菜 就赶着家里的牛车 大哥家里有一辆牛车 赵木桶确实计划着跟他借牛车的 至于让二哥跟他一起去 既是为了确认 事情是不是真的跟自己说的一样 也是为了让二哥帮自己赶车吧 毕竟不干农活的赵木桶 还真的不会赶牛车 谈完这些 众人便忙活起了五瓣 大哥和二哥负责起锅烧火炸猪油 嫂子们则在火面 擀面皮 赵木桶则趁着这个时间 迅速洗好忌菜 准备饺子馅 两个小萝卜头趴在老爹身边 眼睛一眨不眨的 看着锅里的油渣 口水都快流到了地上 不一会儿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忌菜 和一锅皮薄馅大的饺子便完成了 赵敬先端了两大碗上桌 剩下的全剩在高凉杆桌的壁子上面 这玩意儿 方言叫做盖林 又大又有勾合 特别适合盛放 两个小萝卜头先吃了起来 好吃 真好吃 比过年包的饺子还好吃 赵子梦嘴里塞得满满的 还不忘大声发赞 豆家炒鸡菜也好吃 赵子婷也在大声称赞 几个大人也是散不绝口 小弟 你这个凉拌忌菜确实好吃 想不到忌菜还能做得这么好吃 怪不得城里人愿意花那么多钱买 姐 我做的菜好吃吗 赵木桶温柔地看着赵敬 眼睛里还能笑 好吃 赵敬不记得 上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什么时候 可能从来没有吃过了 他认真的点点头 那我以后每天都做菜给你吃 为了让妻子和女儿过上好日子 赵木桶决定 带着家人卖野菜致富 吃完午饭后 一家人只用了一个多小时 就挖了150-60斤野菜 其中一季菜 灰灰菜居多 一整个下午 赵木桶和赵敬都待在院子里清理野菜 一直忙到深夜 四日一早 赵木桶便和二哥赵文广赶着牛车进城了 牛车比赵木桶背着大贝勒 要稍快一些 大黄牛拉150-60斤野菜 还有两个汉子 一点都不吃力 即便这样 二人也都是一路走着 大黄牛要耕地拉粮 作用可是大着呢 农村人十分宝贝他 二人差不多一小时 便到了治糖厂家属区 赵文广先是摆好摊子 把野菜一堆堆摆在上面 清脆鲜嫩的野菜 干干净净 不带一点杂质 今天倒得稍微早了一点 街上的人还不多 几分钟后 人渐渐多了起来 陆陆续续有人围了过来 小伙子 我按你说的方法调的料汁 做的凉拌季菜真好吃 是啊 是啊 我昨天包了季菜包子 我家公爹直夸多少年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季菜包子了 原来是昨天给自己 带来第一单生意的两位大姐 这是觉得 好吃一早就专门来买了 赵木桶早有预料 野菜好吃不贵 还有各种功效 回头可不多才怪呢 这一次 两位大姐分别要了两斤野菜 其他人也纷纷开买 职工家属大多互相比较熟悉 野菜好吃又有利于健康 昨天已经在这边传开了 有些传言甚至神圣叨叨的 像什么老李说他吃完苦菜蘸酱 感觉高血压确实降低了 留姐他儿子吃了灰灰菜 长高了不少 小张吃了灰灰菜脸更好看了 有些话一传时 十传百 就慢慢变得愈发夸张起来 这个年代 人民群众的精神娱乐 还是贫乏 不然也不至于吃个野菜 就热意成这样 不过这对赵木桶来说 确实大好事 他原本以为野菜生意做大 还需要一些时间 随着买的人越来越多 名气逐渐提高 每天的销量也会增大 却没想到 出道集巅峰 赵文广直接惊呆了 一向和颜悦色 能言善变的他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疯狂抢购的场面 话也不会说了 就一个劲的撑菜 收钱 他到现在还不相信 野菜竟然这么抢手 不到半个小时 牛车上的野菜 就被抢购一空 只剩下专门预留出来的两筐 那是要给国营饭店送的货 小伙子 车上不是还有两筐吗 为什么不卖 对呀 大哥 那些是给国营饭店预留的 人家昨天已经预付过钱了 我待会儿就要给人送过去 赵木桐赶忙大声解释 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了 不然惹得几个客户生气 不买了是小 人家向厂里或者生产队举报 不让自己在这里卖菜了是大 我今天晚上五点钟还来一趟 大伙可以那时候再来 那我能不能先付你钱 你到时候给我留着 可别再没有了 听到赵木桐说 晚上还来卖野菜 几个大姐连忙也要预付菜钱 毕竟家里老人 孩子等着吃呢 赵木桐也不推辞 他收好钱 借来纸笔 把谁谁 谁要多少斤什么菜 全都寄了下来 众人这才满意 兄弟俩也松了一口气 从这糖厂家属去出来 赵文广还晕乎乎的 小弟 野菜真的全卖出去了 赵木桐笑笑 拍了拍怀里鼓鼓囊囊的小布袋 压低声音说道 二哥 这下子相信了吧 要不要跟着小弟一起干 信了 信了 回家就去挖野菜 随即 收获颇风的兄弟二人 连忙驾着牛车 向国营饭店驶去 国营饭店就在县中心的广阳大街上 这里也是平阳县最繁华的地方 此时大概八点半左右 饭店里人却是一点都不少 国营饭店在赵木桐看来 有些低哀吐气 然而在赵文广眼里 却是富丽堂皇恢弘大气 他把牛车停在饭店门口不远处 随即扛着两框野菜 和赵木桐一起进了饭店 同志 请问你是要吃饭吗 同志 你好 我跟李国富副主任约好了 今天过来送野菜 你能不能帮我叫一下他 女孩听到李国富的名字 立刻点点头 让他在这里等着 接着便快步走进了后厨 归一会儿 他就领着一个穿着厨师服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又是一个熟人 李国富的小徒弟王永明 前十二人 也算是一起同过窗的好朋友 你就是早锅吧 我师父今天且死里开毁了 野菜的死请 他脚胆窝了 王永明带着赵木桐兄弟二人 转到饭店后门 将野菜称重后卸到厨房里 一共是52斤多 赵木桐故意多装了一点 但是没有额外收钱 早锅 你在野菜砍起来 怎虽岭 以电杂操你拔都没有 作为一个厨师学徒 他看着这样的野菜 是真心高兴 毕竟洗菜 摘菜 都是他的活儿呢 早锅 司福所 明天还是要乌死金野菜 嗯 好 没问题 交易完成 赵木桐心情大好 他相信 国营饭店这边野菜收购量 肯定还会上涨 更多的小钱钱 再向自己招手 兄弟二人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先赶着牛车 在城里转了一圈 赵木桐想看看 除了制塘厂家属区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适合卖野菜 一圈下来 心里也就大致有数了 在供销社买了些鸡蛋 棉布 糖果 二人就急匆匆回家 回家路上 赵文广一遍又一遍数着手里的钱 一共是12块7毛 二哥 还要加上买四斤鸡蛋的一块 棉布一块二 糖果三毛 总共是11块二 国营饭店那50斤野菜 昨天就付了我5块钱 全部加在一起是16块二 16块二 赵文广惊呼出声 农民一个月的收入也没有这么多 这还只是昨天全家人一个小时挖的野菜 小弟 这么说是不是两天的收入 就比糖厂工人工资还高 那是当然 二哥 你信不信以后还会赚得更多 赵文广当然是信的 毕竟他们今天晚上 还要再去送一趟菜呢 小弟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多地方卖 去玻璃厂 广阳大街 二哥 这个不着急 我们一步一步来 现在个人卖东西还是有些风险 赵文广文言也冷静了下来 确实 这会儿个体经济还没被广泛认可 不过他脸上青一阵红一阵 很明显在激烈思考着什么 等回到家 众人听完赵文广的讲述 便再无疑虑 果然做什么事情 都得有个信用好的人背锅 同样的话 赵木桶说出来 大家将信将疑 赵文广讲出来 大家就深信不疑 眼下桃花兽粉和红薯育苗 也已经完成 没有什么要紧龙婆 众人收拾好东西 就立刻上山了 就连紫梦 紫婷梁的小家伙也跟着去了 中午赵力士到赵木桶家里吃饭 还是由赵木桶掌烧 他这次做的是 祭菜肉馅火烧 和葱油灰灰菜 赵木桶嫌熟的烙火烧厨厨 让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行啊 小弟 你啥时候这么厉害了 二嫂 小时候我可是给咱妈烧过多少次火 早就看会了 赵木桶冒好纪材肉馅火烧 就直接端到桌上 两个小萝卜头直接上桌 大口开吃了起来 赵木桶拿起一个已经不烫了的火烧 笑着递给赵敬 姐 你尝尝 他们虽然已经结婚一年 但更多的只是姐弟亲情 甚至因为赵木桶之前的恶劣行径 赵敬对他颇有些畏惧 赵敬虽然感受到了赵木桶的变化 但这让他怀疑是不是一场梦 嗯 好吃 几个哥哥嫂子看在眼里 也不禁喜上眉梢 小弟 你以后可不能再放魂了 就是 以后对阿静好点 对呀对呀 小叔 你要对小沈好点 就连小萝卜头也来驯话 赵敬有些害羞 赶忙帮着赵木桶说好话 大哥 大嫂 小弟对我挺好的 小弟 阿静本来就是我们的妹妹 你要是在欺负她 小心大舅哥 二舅哥揍你 三姑父 揍你 揍你 欢笑声此起彼伏 这样的日子真好啊 吃过午饭后 众人没有午休 就接着去挖野菜了 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 到四点钟左右时 赵木桶带着摘好的野菜 再次进城 这次他让大哥赵文林帮着赶车 也让大哥见识一下卖菜的场面 早上没买到野菜的大姐们 则早早等在了这里 半个多小时 便将野菜全部卖了出去 早上预定的五十八斤 也都给了出去 眼看着最后还剩两三斤 赵木桶干脆不卖 他走到打扫卫生的老大爷身边 大爷 这里还有点野菜 都是我自己上山挖的 送给您尝尝 野菜虽然是卖剩的 品相却一点不差 毕竟都是今天刚采的 老人虽然衣着补素 却也干净整洁 赵木桶倒也没有多想 就只剩这一点野菜 也没必要继续等了 收摊回家多好 比起便宜卖了 或者扔在路上 不如送给老人 老人没有推辞 笑着说了声谢谢 便收下了 这会儿的人 还没有那么多的防人之心 也没有那么多的矫情 赵文林不比老二赵文广 虽然上午就已经听说了野菜的火爆 这会儿亲眼见到 还是迟迟没能反应过来 小半车野菜呢 咋就跟不要钱似的风讲 一毛钱一斤 都赶上白面了 等晚上回到家 看到一堆堆小山式的野菜 赵文林眼里闪着光 这哪是什么野菜了 明明都是白花花的面粉 此刻他都恨不得 摸黑上山挖野菜 众人处理完野菜后 便打算各回各家 赵木桶叫住大伙 数了一下钱 一共是十块四毛 他打算给大哥 二哥每人分一部分钱 却被大嫂刘秀梅 和二嫂宋云止住了 小弟 钱你都留着吧 等以后赚多了再说 就是就是 不过小弟 你要把钱交给阿静保管 赵木桶心里很是感动 真正的亲人总是这样 付出不计回报 他已经太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了 上一世自己孤单一人 即便是富可敌国又怎样 没有人分享成功的喜悦 没有人在意你背后的心酸 一切事情只是麻木地去做 没有一点成就感 好 那就等以后赚得多了再分 他相信这一事 他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过上更好的生活 等到大哥带着众人各自回家后 赵木桶数了数所有的钱 一共是二十三块一毛 他取出二十二块 递给赵金 姐 以后钱都给你管着 赵金顿时愣住了 他被赵木桶欺骗 偷刀掠夺了那么多次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回头前 过了好一会儿 才红着眼眶接过钱了 次日一早 赵木桶和二哥赵恩广 便赶着满满一牛车野菜 进城去卖 一路上 赵木桶开着车上一框框野菜 他心里有点犯嘀咕 今天的野菜有点多 不一定卖得完 汁汤厂那边野菜正在风头上 一天大概能卖三百斤 车上的野菜估计有四百斤 剩下的野菜 国营饭店那边 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下 至于另外几个被选的地方 过几天再去卖吧 果然这糖厂家属区那边 生意还是一样火爆 但也没能创造奇迹 他们一直待到八点半 比平时都待了将近半个小时 车上还是剩下百十斤野菜 赵木桶决定不等了 现在大家都吃完早饭上班了 再等也卖不了多少 不如直接去国营饭店 这样还能早点回家干活 到了饭店后门 却发现王永明已经等在那了 早过 尼克索安斯来了 见到兄弟二人 王永明赶忙上前来打招呼 满脸热欠 二人打过招呼 王永明飞快地跑回厨房 很快李国父便跟他一起走了出来 李主任 国营饭店这片野菜卖得怎么样 小赵 野菜大受欢迎了 好多人想吃都没吃上的 说着 他看了看牛车上的野菜 今天这些全卖给我吧 怎么样 有问题吗 那感情好 那好 小王 你去过一下城 说着李国父是一赵木桶跟他到一旁的大柳书边 看样子是有什么悄悄话要说 小赵 过两天有个会要在咱们先召开 到时候有市里的重要领导过来 咱们国营饭店负责招待 我是想让你教我几道野菜 我知道 这样有些冒昧 每道菜给你十块钱 你看可以吗 李国父有些难为情 作为一个大厨 他自然明白 每道菜都是厨师安身立命的根本 若非必要 就算出钱 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卖 但是没有办法 招待上级领导 必须要尽可能好吃 有新意 毕竟这次招待 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前程 他也值得铁着脸来求人了 赵木桶没有想到 原来是这事 他自然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李主任 没问题 待会儿我就去给您做几道菜 钱就不用给了 都是我自己瞎琢磨的 也不一定好吃 还得麻烦你 给我长长眼呢 赵木桶话说得好听 不仅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还照顾了李国父的面子 李国父听得十分舒畅 打定主意 要给赵木桶交学费 毕竟这关乎自己的前途 赵木桶想了想 又接着说道 李主任 您这边不如做一席野味宴 来招待领导们 李国父眼睛一亮 这是个好主意啊 哦 小赵 你仔细说说 咱这边临近大青山 野味比较丰富 您可以做几道野菜 来几条温和鲸鱼 做个鱼汤啥的 有荤有素有汤 还能突出咱们当地特色 李国父一拍大腿 行啊 这个好 那野味你能弄来补 这些鱼的话 国营饭店一块二亿斤收购 李国父想了想 又补充道 凡想好的话 以后国营饭店需要的野味 都交给你 这可是个不小的诱饵了 李国父也是希望赵木桶 能帮他们多出几道野味菜 好 您这边什么时候要 赵木桶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眼下只有一句话 有钱不赚王八蛋 跟李国父约定好了送货的时间 和大致需要的数量 赵木桶便来到国营饭店的后厨 给众人掩饰了几道野菜 有葱油灰灰菜 灰灰菜蒸糕 季菜滑鸡片 季菜红烧肉 苦菜炒饭 杏仁苦菜等等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几样野菜 竟然有这么多色香味俱全的做法 等到赵木桶离开的时候 李国父悄悄递给他一个信封 里面是110块4毛 整整11张大团结 重生以来 第一次见到大团结 竟然一次就是11张 10块4是早上的野菜前 100块不言而喻 赵木桶赶忙推辞 他说了 不要钱就是真心不要 100块对于其他人来说 或许是比巨款 但是钱是身家上百亿的他 自然不会因为100块 就改变了心意 李国父也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不想要 心里顿时对他更高看几分 赵木桶知道这钱自己是必须收下了 他点点头 将钱收起来 笑着对李国父说道 李主任 这钱我就收下了 后面我再给您整理几个野味菜方 但是先说好了 可不许再给我钱了 李国父一听这话很是惊喜 国营饭店要做好野味 自然少不了新菜方 他自觉 今天国营饭店已经占了赵木桶的便宜 所以他也在心里暗暗决定 野菜 野味生意 只要不违背纪律 还是要尽可能照顾赵木桶这边 其他人想给国营饭店供货 基本也就不可能了 双方深度绑定 合作共赢的局面 就此打开 赵木桶二人 从国营饭店出来后 便匆匆直奔供销社 刚来到供销社 便发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两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是对手的站在那里 眼睛时不时扫过路上的行人 像是在寻找某种猎物一样 赵木桶见此 直接静止朝着年轻人走去 来到那人的跟前 赵木桶直接就开口问道 同志有票吗 都有些什么票 呦 呦 呦补票 量票 工业权 我要一百斤面票 二十人份的油票 酱油 醋 盐个六斤 白糖十斤 棉布十人份的 一共多少钱 哦 国 你再说一遍 我没挤下来 实在不怪他 赵木桶要买的东西太多了 动不动就挤人份 要知道 一人份可是一个人一年的配额 赵木桶又说了一遍 小伙子仔细记了下来 国 一公司四亿块八毛 赵木桶爽快地付钱 接着问道 有三转一响的票吗 在这个年代 自行车 缝纫机 手表 收音机 这四大件俗称三转一响 是当下重要的工业品 谁家的取清彩礼 要是能凑齐三转一响 那绝对是了不得的大事 国 我搜头没有 胆我冷高来 你给我积添死钱 行 你先寻摸着 有消息了 就去国营饭店 找网友名 让他转告我 好脸 搞定票据 赵木桶转头 走进了供销社 大手一挥 买了五个雪花糕 十个隔离游 把东西装上牛车后 两人便往家里赶去 与此同时 山前村这边 大哥一家刚到赵木桶家 还没生火做饭呢 六七个人就走了进来 赵金脸色顿时就变了 他认得出来 这些人大多是赵木桶的九友 还有 还有俩人是喜欢 跟着赵木桶捞鱼摸虾的宋文远 前二牛 他看着另外五个人 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 这几个人他认得 有本村的狸二狗 赵文宝 或者还是赵木桶本家人 这俩人表面上跟赵木桶称兄道弟 实则骗得赵木桶团团转 纯粹为了让赵木桶当冤大头 赵金还没开口 孙大庆便喊了起来 赵木桶啊 他欠我十七块钱 说好了五天以内还清的 是不是想赖账 就是 想赖账可不行 其他几个人也哄闹起来 听到这话 赵金脑袋里嗡的一下就炸开了 小弟这人又去赌了 接下来院子里说什么 他已经不知道了 脑袋里只反复重复着一句话 小弟又去赌了 他还在骗我 刚好赵木桶兄弟这时回到家了 进门时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院子里两拨人正见把弩张的对立着 一伙有些面熟 似乎是以前经常一起鬼混的人 嘴里骂骂咧咧 说着什么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另一边是大哥大嫂和二嫂 以及两个年轻人 他仔细一看 是宋文远和钱二牛 前是自己离家以后 父母去世前的那段日子里 这两个小兄弟帮自己照顾父母 并料理后事 算是帮自己尽了身为人子的责任 自己发达以后 将两人带到身边 一起共事了几十年 这才能够一下子认出两人 两拨人激烈地争吵着 二嫂宋云手里 还握着一根打长剁草的木叉 只有一个人 呆愣愣地站在一旁 明明是热闹无比的院子 却有一种估计无比的凄凉感 赵木桶一下子把孙大庆推开 虽然不记得这人是谁 但院子里就数他最猖狂了 孙大庆又冲了过来 赵木桶 你小子还不还钱 还什么钱 咋地了 不认账是吧 说好五天之内还钱 你小子还想不认账 赵木桶是真的不记得有这事了 毕竟对他来说 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这些年 他从艰难谋生到叱咤商场 每每回忆起往事 也都是对赵敬和小楠楠的想念和悔恨 对亲人的歉意 哪里还会记得 有这么一号人物 他看了一眼宋文远 前二牛 宋文远轻轻点头 看来是去有其事了 赵木桶翻出十七块钱 扔给孙大庆 还差五块 一千利息一块 他又扔给对方五块 滚 马上给我滚 赵木桶只觉得一分一秒都忍不了 他现在就想弄死孙大庆 孙大庆本想再放几句狠话 然而看着赵木桶赤红的眼睛 张了张嘴 终究是没有说什么 几个人信心离 到不咱们 baptized 请不吝点赤 为父母